我必須要跟那個部長講一下喔 台塘 土地啊 租給人家以後被違法轉租 我從去年就開始追這件事情 我開始追這件事情以後 我說 當初 告訴大家說是要蓋零食攤販集中市場 後來楊秋新當縣長的時候 變成說要蓋室內桌球館 結果發了這一個 建造了以後跟使用執照以後 最後變成是金鑽會館 KTV酒店莫名其妙 好 在我提出這個質詢以後 台塘 他也終止了契約了 但問題是什麼 但問題是這些違建還在上面啊 告訴高雄市政府 要高雄市政府要拆 高雄市政府說不拆就不拆 現在是 這個違法使用的人 後台很硬 是不是 是有人撐腰是不是 地方政府包庇 違建蓋在我們的國有土地上面 沒有辦法處理 部長 你們表示一下看法 經濟部現在打算怎麼辦 雙手一攤 啊就沒有辦法啊 高雄市政府就不拆啊 人家後台很硬啊 台旁一直發函 卻有高雄市政府 高雄市政府 就不理你啊 可以這樣嗎 這部分我會請 國營會來要 國營會發了好幾次函啊 高雄市政府全部都在寫作文啊 講空話啊 背後到底是誰在撐腰 內政部營建署 地方政府這樣重放 他已經違法認定的違建 要包庇下去 中央部會有沒有任何的權責 能夠要求地方政府執法 還是沒有辦法 雙手一攤 這個部分的話 依照這個都市計畫法 跟建築法的規定 如果是它是違反都市計畫法 的規定的話 那它有相關的處分處 相關的法則於處理 那違反建築法的規定的話 我們也有違反建築法的這個 這樣好不好 請一件署的喔 把我的意思帶回去給你們的署長 要跟內政部部長報告也可以 一起跟經濟部運起來啊 這種地方的派系有人撐腰 在我們國有土地上 蓋違建 沒有辦法處理 現在台灣到底還是不是法治社會啊 有人撐腰什麼事情都可以幹喔 部長可以嗎 這部分我會來 要求台糖這邊呢 要來弱勢 不是啦 我就跟你講 你跟台糖講沒有用啦 台糖發了好幾次函 我也請台糖來回答 台糖董事長就跟我講 承辦人員跟我講 說他們都要高雄市政府處理啊 高雄市政府就是能拖就拖 能混就混啊 他不處理啊 那我現在就是要解決這件事啊 那這個部分我們來找出前者機關 可以啊 我們來跟這個 你們跟內政部一見署一起合作嘛 再不處理 全部主動移送監察院 開什麼玩笑啊 有人包屁就可以這樣喔 好 好